清泉岡基地内 真抱犬仔细搜索每个气味 从车框到门缝 任何一个角落都不放过 台海西岸重要空房清泉岡基地 在今年2月惊爆毒品丢包案 总共查获了50几包的毒品 军方针对全营2550名官兵 全数实施尿疫筛检 其中10人复验呈阳性反应 经警察官采集10人毛发送验 确认10名官兵 全因服用有含 可带因成分的感冒糖浆 导致尿疫呈阳性反应 将10名官兵以不起诉处分 医疗院所里面去调阅相关的资料 确认他在那段期间 确实有到医疗院所去看诊 也有服用相关的一个感冒止咳的药水 根据我们的罪以为亲的原则 我们认为这几位官兵 他们试用毒品的罪嫌 还是不足 所以检察官是做不起诉处分 这10名官兵在同时间感冒 又都服用了可带因成分的感冒糖浆 实地走访药局 针对咳嗽的感冒糖浆 里面的可带因成分不尽相同 有成分只含0.48毫克 也有高达0.9毫克的感冒糖浆 你要看他喝的那个单位的量是多高吗 你要喝那个量多高 如果是高剂量的就有可能 清泉岗10名官兵验出吸毒反应 得到的答案竟然全因是吃了感冒药 更重要的关键 军方基地内到处洒落的毒品 究竟是谁丢弃的 50几包的毒品 这个部分我们还在积极追查当中 然后我们也不断地在修正 跟拟定我们的一个争吵方向 军官没人吸毒 军营内被丢包的毒品 却是不争的事实 两箱切割不免让民众质疑 会不会成了无头公案 记者龚玉德 庄明君 台中报导